哈喽大家好 在我之前的一期分享我家购买自住型别墅的视频中 留言最多的问题就是有关这套别墅的维护成本是多少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有关我们家这个房子的购买房价是多少 那在今天的这个视频中我就来回答一下这两个问题 在泰国的别墅类型可以大体分为有社区型别墅和无社区型别墅 那么没有社区的别墅一般都是自建型别墅 自建型别墅的好处就是你不用交高昂的物业费 但是它的缺点呢也很明显 就是这个别墅的种种事情 内部外部花园泳池除虫除草呀等等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需要业主自己去操心的 另外一个缺点就是在安保方面没有很好的保障 像我们华人呢都是更加青睐于有社区型的别墅 那么社区型别墅一般都是含有安保和物业的 但是物业的管理水平和物业所涵盖的服务项目也是不一样的 那在普吉岛来说一般泰国人的自住型别墅社区 通常房价相对比较便宜 物业费呢也相对低很多 大多这种类型的社区 物业是指涵盖于安保还有公共区域的清洁和维护 那么中高档的度假型别墅社区呢它的物业费用就相对高很多了 有少部分的这种类型的社区是可以让业主自己去选择它的服务范围的 就比如说我只要花园打理不需要泳池打理 花园打理一周一次跟一周两次或者三次的费用也是不一样的 通常都是如果选的服务越多别墅的面积越大 那它的物业费相对就高 这种物业管理的方式我觉得更合理也更人性化一点 但是在普吉岛的中高端别墅社区 多数还是采用强制性的征收统一的物业费 像我家所在的这个社区也是强制性的把所有的物业服务打包到一起 服务包括每周三次的花园永迟清理 以及定期的除草和除虫等等 这个社区的物业费一个月是15500泰铢 一次性是交一个季度 目前我对这个社区以及这个房子各方面都还算是挺满意的 除了这个物业费我觉得算是偏贵一点 这个社区的物业管理费在普吉岛的同等价位的别墅里面算是比较高的了 其实我家所在的这个邦涛地区 在普吉岛是属于中高端别墅社区聚集的地方 在这个地区有很多的高端别墅 有的别墅一个月的物业费甚至三四万四五万泰铢一个月 其实这个物业还是挺重要的 一个好的物业管理可以让整个社区一直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这样对于业主的资产也是有很好的保持作用 我在普吉岛也见过一个曾经卖的挺贵的别墅社区 但是后来的物业管理不到位 没几年小区就显得非常破败 小区的路面还有公共绿化都很差 小区的保安也是形同虚设 所以导致这个社区不论是出售还是出租都卖不上一个很好的价格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水电费 这个是我们家在9月份的水电费账单 账面总额是8156泰铢 其中电费7400泰铢 水费360泰铢 还要支付公共区域电费394泰铢 以及税费533泰铢 那这个总价折算人民币的话就是1560元 其实以前我们在普吉岛住的那种不带泳池的房子 基本上一个月的水电费维持在三四千泰铢 现在换了这个泳池别墅之后 水电费是整整翻了一倍 其实我家一直都是按照我们的正常生活习惯来用电的 现在水电费翻倍我觉得主要是贵在泳池方面 因为泳池是需要24小时不断的在循环的 总体来说我觉得泰国的这个电费还是挺贵的 其实像普吉岛这种日照比较强烈的地区 应该把太阳能好好的发展一下 那另外关于别墅的日常维护里面 除了物业费和水电费 每个业主需要缴纳每年两万五千泰铢的储备金给物业 用于社区内部公共区域的翻新维护等比较大的工作项目 那这个费用是按年交的分摊到每个月大概就是两千泰铢左右 作为公司持有的别墅每年还需要有会计师来做账 一年的费用大概是两万泰铢 平摊到每个月大概就是一千六百泰铢 那这两项呢算是比较小的开支 那另外还有一项自住别墅不能省的开支呢 就是保姆的费用 像我家这种小型别墅 如果是我自己一个人做卫生的话 一天就要花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在这个家务活上 那如果是面积更大的别墅 就有更多的家务活要去做 在普吉岛上找一个保姆的费用 是根据阿姨的经验能力以及语言水平等等各方面的因素来决定的 差不多是在一万到两万泰铢一个月的薪资水平 我家现在用的这个阿姨是菲律宾人 在普吉岛有多年的带小孩的经验 英语能力也比较好 所以他的薪资是一万八千泰铢一个月 所以在我家这个别墅的日常维护里面 如果是物业费加上水电费 再加上储备金 会计师费用以及保姆的费用 加加起来一共是四万五千泰铢一个月 那折算人民币呢就是八千六百元一个月了 这个总价呢是比我预想的要高很多 真的是不算不知道 一算吓一跳 当然这个别墅如果你只是持有不自住的话 那也可以省去很多的水电费或者是阿姨的费用 但是一个月至少四千人民币的固定支出还是要要的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说视频开头提到的第二个问题 也就是有关房价的问题 因为之前的那个视频 我主要是跟大家分享我挑选房子的经验 并没有提到价格 这也引发了很多人对于价格的好奇和猜测 我看评论里面有人猜测五六十万人民币的 也有猜测一两百万 甚至猜测五六百万人民币的这种都有 这些网友之所以有这样子的价格猜测呢 说明是对普吉岛的房价并不是很了解 其实有关泰国各大城市的房价水平 我可以给大家打一个比较简单易懂的比方 如果说曼谷的房价在泰国的房价水平里面相当于北京的话 那么巴提亚的房价就相当于成都 清迈的房价就相当于昆明 那么普吉的房价呢就相当于深圳 在泰国来说 普吉岛的房价是仅次于曼谷的 在这里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个人对于普吉岛别墅房价的一个概念 这个看法呢是仅代表我个人也并不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概念 只是给感兴趣的朋友一个小小的参考 我认为在普吉岛来说 200万人民币以下的别墅呢都是属于经济型的自住别墅 这种别墅社区呢大多是没有泳池的 业主大多也是泰国本地人 那么200万人民币以上呢开始进入度假型别墅 那么200到400万人民币的是属于入门级的度假型别墅 400万到600万人民币之间的是属于是中端的度假型别墅 600到1000万人民币之间呢我觉得它是属于高端的度假型别墅 那么1000万人民币以上呢就属于普吉岛的豪宅了 虽然现在疫情期间普吉岛的经济受到很大的影响 但是作为一个有天然优势的国际著名的度假型海岛 普吉岛的未来还是被看好的 疫情以来普吉岛的房价也并没有受到特别大的影响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坚挺的 尤其是岛上的新房社区价格跟疫情前其实是差不多的 那么二手房出售的话其实主要是看房东的心态 如果是有一些房东是急于变现的话 他可能愿意打一个折扣降价来出售 但是因为现在普吉岛上二手房的市场行情还是不错的 所以一些条件比较好的二手房产呢也不会有非常大折扣的降价 那么我家所在的这个社区的别墅新房的价格 有占地面积300平米的小户型别墅 价格大约是1400万泰铢左右 也有占地450平米左右的大户型别墅 价格大概是1800万泰铢 我购买的这套别墅呢是属于450平米的大户型别墅 但是它的房龄是已经有五年了 原房东是一个法国人 最初买这套别墅呢也是为了投资 他购买完这套别墅之后呢也是进行了精心的装潢 然后呢放在booking啊 albinb啊这些平台上去做运营 这套别墅一直还是有不错的运营数据的 疫情以后泰国的旅游业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那这个法国的房东呢就打算回到法国 所以呢就打算变现他在普吉岛的一些资产 因为这套房子在过去的几年间 已经带给了原房东非常丰厚的回报 所以卖给我们的价格呢也是有做过折扣的 有关具体成交价的话 我考虑再三还是决定不在视频里面公开 虽然我是一个没有多少粉丝的小博主 但是视频公开发在网上 也还是会被不少人看到的 我也不想对这个社区的其他业主的二手房销售 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谅解 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